近日,广东跳水队重新集结开启户外训练 全红禅的师兄师姐们 纷纷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 在惠州惠东训练基地户外训练的照片 包括全红禅和教练何威夷在内 还有广东跳水中心主任林海禅都在 何威夷教练之前接受采访时说过 省队的训练是非常系统的 每星期有6天的时间要训练 而且每天都要出早操 6点就要集结 这也是对每个运动员的严格要求 毕竟这些运动员基本都是未成年人 肯定是惰性的 假期后队员们第一次训练 还处于有些猛的状态 特别是全红禅 从队员们晒出的图片可以看出 禅妹妹一脸睡意 看起来就像是没睡醒一样 精神状态很一般 不过她身旁的两位师姐 则是笑容满面 和禅妹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为广东的天气很热 经过户外训练之后 全红禅被晒得有黑 在沙滩上练习倒立 在海水中作服我称 全红禅看起来身受非常的敏捷 祝愿全红禅度过生长发育的难关 在之后的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职业生涯更上一层楼